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 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蜜 兩岸大事國際政經軍事脈動 深度剖析打開視野 節目一開始歡迎嘉賓參與討論 首先歡迎前立法委員林俊芳委員 大家好 還有政大外交系教授黃奎博老師 大家好 前成功級艦長黃征輝艦長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 觀眾朋友我們來關心520的前夕 現在共軍陸海空天電網 似乎特別的安靜嗎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我們今天要來深入軍事的動向 帶您來掌握包括了山東艦 福建艦最新的動態 先來看到中共解放軍的海軍 第三艘的航空母艦 同時它也是第一艘 使用電磁彈射的福建艦的部分 近日是有最新的一個衛星圖 多款的艦載機 畫面上我們看到 等一下我們也會深入來了解 這些艦載機的模型式 都已經可以明顯的看到 放在新的甲板上面了 另外一頭我們要關心的剛剛提到的是 山東艦的佈局了 現在也逐漸的成型了 我們從哪裡可以看得出來呢 解放軍的海軍乾脆啊 自己他就來發布了首部 是以前艇為主題的一個宣傳片 這個宣傳片叫做引入深海 片中啊直接大膽的亮相 就是山東艦的整個編隊了 好我們依照編隊從這個最上面的高度的 包括了這個最上面的空中 有航空的機隊 水面上也可以看到有艦艇了 再來水下潛在水裡面的就是潛艇 形成了一個完整的一個組合 再來我們要特別關注到是水下 剛剛提到水下的部署 現在呢共軍海軍的建軍75週年日子 這一天舉行的這一場西太平洋海軍論壇當中 直接播放影片也可以證實了 山東艦航母打擊群現在水下的部分 一共是怎麼樣子呢 共有四艘的潛艇 這當中包括了 我們來看到一艘是核子的潛艇 那麼主要透過三艘的潛艇 來執行掩蓋的任務 一艘發射無人水下的航行器 那第四艘是唯一有這個核潛艇的 則是發射了飛彈 今天我們要來看看 詢問艦長您如何看 山東艦現在已經準備成型了嗎 以我對這些所有的了解 其實有一句話是這樣子 教育有一句話叫做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建軍有一句話叫做 十年硬體百年軟體 其實這個過程 你可以看到它的硬體一路再上來 解放軍的硬體 不管哪個硬體 戰機 航母 水面艦 水下潛艦 它都在追得上來 但是唯獨這個航母戰鬥群 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因為絕不是你們想像的這麼簡單 因為為什麼 你可以看得到 這個解放軍的航母沒有經歷過實戰 從來沒有經歷過實戰 第二個 它每一次要做它的戰鬥群訓練的時候 它拉開那個半徑 半徑最起碼是500公里 那這個拉開之後 那麼大一個區域 在它的沿海沒有一個地點能夠做 所以它所有的航母戰鬥群的訓練 一定在台灣的東岸 也就是我們的叫做 菲律賓海域這一帶 只要每一次它到那裡 都是我們國內一個超級熱門的議題 你不可能不注意到 它跑到我們東邊去操演了 到目前為止 大概遼寧艦去過兩次 山東艦去過一次 你就可以知道 那福建艦現在連海事都沒有 所以它在距離訓練這個成熟的 叫做十年這個硬體百年軟體 它還有一段路要走 而且你別忘了 你別以為軍中做事 就是我們出去幾個大家 一起來練一下 它會去發展它的 叫做作戰教令 訓練的教案 它以前沒有航母 它今天如果能夠把硬體做到這樣子 它已經在這全世界是不得了的了 它的軟體就是我說的這個 作戰的教令跟教案 當它在外面遇到的敵人 一個從這裡空域來一個戰鬥機 從那裡來一個潛艦攻擊它 它要怎麼樣調派兵地 怎麼樣去分配 那是一個非常複雜的 它即使去有辦法把美軍的這些教令教案 想辦法給它靠一份過來 它自己要做訓練 也還有一段路要走 所以我們可以對它暴雨深刻的期望 尤其是福建 福建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一個巨大的進步 就是它的電視彈射 但是如果說你就說就認為它可以打得贏美國的航母 我覺得還有一段路 那接下來怎麼去觀察 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航母它的能力就是海上的機動的機場 它的戰力熟不熟悉 力不厲害 卻看它一天能夠起降 戰鬥機的次數一天 像尼米茲的話 它當初給它設定是120次一天 那後來變成福特 就是它第一個電視彈射 因為它的速度會變快 它給它提升到160 就是說你做到160 就是符合標準 那福特服役到今天 他們做過所有的測試 一直到現在 就是最順利的一次 沒有任何裝備故障 他們曾經做到220次 你就說它跟尼米茲 已經幾乎是它的一倍 也就是它一艘航母 它起降的戰鬥機的 複合卻是以前的兩倍 那幾乎它就發揮了 兩艘航母的這個戰鬥力 這個未來就是觀察大家注意看 它一天能起降多少 如果不是電子彈射到120 成熟了 電子彈射是福建艦 我希望最喜歡是160 看它能不能到達200 好 所以關鍵 中國大陸的航母關鍵 還是要有實戰的作戰能力 這個軟體的部分 也才能應對提升上來 我們剛剛提到這個水沙布局的部分 要來持續關心的 就是這當中比較有打擊力的 就是核打擊 深入這個引入深海這部片裡面 剛剛我提到了 包括這邊也展演了中共的第二代的 它的前射飛彈 這個飛彈叫做巨浪2 好 我們帶觀眾朋友稍微了解 它的射程是8000公里 每枚的飛彈可以攜帶6個核彈頭 所以說如果是一艘094戰略核潛艦 就可以攜帶12枚的巨浪2 那麼就代表一共是可以摧毀敵軍 72個重要的目標 我們看到現在從巨浪1一路到巨浪2 這整個發展軌跡共軍兩次核打擊能力 就是所謂的核反擊能力 已經足夠成熟了嗎 委員怎麼看 現在都已經開始部署都已經巨浪3了 巨浪2的這個射程是大概1萬公里 大概就是從上海到洛杉磯就是1萬公里 現在如果巨浪3的話是1萬2千公里 大概從上海到紐約的直線距離 所以當然你說它有沒有缺點 我覺得第一個缺點是 跟它的平台有關 結果它的094的潛艦 它的噪音還是大了一點 像美國的這一集的 譬如像歐海奧級的潛艦 它大概水下的噪音大概是95分貝 可是中國大陸即使最新的潛艦 像094這些大概是110分貝 所以你潛艦在 為什麼潛艦很重要 而且潛艦大家很重視 因為你不容易偵測到它 因為它聲音應該基本上要 它潛得很深 所以它相對來看 它的聲音也應該很低 可是這個地方還是有射到科技 所以說中國大陸的科技在進步 所以它分貝一直降 早年的時候它的分貝是 大概130 140分貝都有 這樣可以降到110分貝 也不容易了 對 可是你像相對看美國潛艦 95分貝而已 又比你安靜的多了 所以你如果太吵 你就容易被發現被摧毀 另外一個大概就是 噸速的問題 這個像歐海奧級的這個潛艦 它的噸位大得多了 所以它可以吸到24枚三叉級的 這個飛彈 好 那你這個094 那你只能攜帶12枚的 所謂計量2 計量3 那相對來看 就是說你的武器的量 你就比人家差了 更不用去講那個距離的問題了 射程的問題了 對 好 重點還是在這個噪音的部分 還是得要再改進 我們就看到這個科技的進步 持續能夠到哪裡 接下來我們要看這個 除了這個炮彈的量 我們也可以掌握話語權 這一位是來自於海軍研究院的大校 他叫做唐力 唐力怎麼說 他說中國海軍潛艇的航程 現在他可以看到是已經越來越遠了 那麼潛艇也越來越長 他說下潛這個深度 同樣也是越來越深 重點是說他認為現在潛艇的整個部隊 已經開始進入所謂實戰化了 還有遠航的訓練整個都變成常態化了 再加上我們剛剛前面提到了 中共的福建艦 我們剛剛在畫面上看到 右上近期有5架多款艦載機的模型 現在都已經可以看到在甲板上了 有哪一些模型 我稍微念一下 包括了可以看到殲35 還有殲15的模型 還有空井600 上次我們談到的這個 還有一些噴射的教練機模型 現在我們都可以看到 已經逐漸的在上面都已經放好了 我們可以看到剛剛提到的 山東艦它的優勢就是航母的編隊 再來福建艦多款的艦載機 對於東亞的區域衝突 包括我們現在關注的南海 東海 台海等等 海軍扮演重要角色 接下來海軍建軍75週年 未來中共的外交上面 會有什麼樣的一個轉變 崔波老師怎麼看 這個中國大陸的軍事 在最近十幾年突飛猛進 所以我們看到它不只是 在對外的一些領土領海的糾紛之外 它其實也展現了我們在這個學術研究 或者食物界常講的所謂的軍事外交 因為你的船間炮力出去 特別是到了這些發展中國家 人家一看 假定了假定了 你的山東艦福建艦經過它港口 不一定靠得進去 人家一看 你有這麼大一艘航母 這個就是軍事外交那種 一個實力的展現 還有吸引力的這種展現 所以我覺得解放軍在這一部分 其實越做越多 而且特別講到它的這個 軍事外交的時候 其實在過去的十一二年間 解放軍的在海外演習的次數 比過去多了大概一倍 也就是說它真的是可以投射到 比較遠的地方去 所以為什麼像美國對亞丁灣很擔心 等等等等 這其實美國有自己的道理 因為他看解放軍可以越跑越遠了 而且解放軍還可以透過 他軍事建支的遠航 把一些醫療設備 所謂我們這個軍事醫療外交 帶到那些比較需要的國家去 這個是他自己透過軍事力量 搭配了外交的動能 而可以做的這些展現 國際支持 爭取國際支持的一些做法 不過我們也要注意到 就是說像王毅 王毅其實在去年講過說 對於東海南海等等 這些外部勢力的干預等等 還有一些無理的主張 當然他講的就是 日本菲律賓院等等 如果無理挑釁的話 我們一定會距離反制 王毅怎麼反制 他外交部啊 他也沒槍也沒砲 所以他其實講的就是 我的軍事實力已經足夠到 可以距離反制 所以他這是暗示 但是我們又在今年的3月 習近平在人大的二次會議裡面 他特別講到了 他說解放軍跟武警 他跟解放軍武警的代表 面對面在講話的時候 他說為了維護海洋權益 還有海上的經濟發展 要統籌海上軍事鬥爭準備 這是什麼 這就是跟軍方還有武警在講 你們好好給我準備 我們未來可能要應對 這樣的可能的衝突 所以王毅講的 稍微含糊一點 過了幾個月 習近平講的更清楚了 這個就很明白了 對 所以福建艦 山東艦 還不能馬上接戰 但是慢慢慢慢 當他的這個能量成熟了 再加上其他的這些 從天軍到地上 地下水下的武器系統的配合 當然中國大陸 他這個不管是叫軍事外交 或叫軍事威嚇的能力 會更加的強大 是 老師幫我們看到這個山東艦 還有福建艦 剛剛您提到 還有海陸空程型 但我們現在看到下面 這邊美國的印太司令這一位 他也特別提出說2027 這個講法是一種 政治上面的表演 還是你認為說 他已經真的解析 解析到了中共 他的一個方向布局 我最近這幾年看了 從202223 24 25 26 27 30 35 45 50 都有人在講 我不知道到底大家的依據是什麼 但是我們只能說 如果他是美軍的印太司令 他理論上講話一定有所本 而且他是一個印太地區最重要的一個情報資訊的枢紐 所以他的判斷 他不會跟我們講他怎麼判斷 但是我必須假設他講的有幾分道理 我不會把他當成是一些 一些什麼這個無端 無地方史 或者是一些不知道幹什麼的一些評論家講的 但是這個2027年我只能說 有可能 除了他的判斷之外 還有一部分的原因是 他必須要持續的強調美軍 特別是他印太地區的重要性 因為如果他跟你講西線無戰事 人家可能就會把更多資源放到俄烏 放到中東或哪裡去了 所以他也必須要提醒西線有戰事 我們要好好準備 這個是各國 軍方在爭取預算 爭取影響力的時候 也常常會見到了一些做法 我們來關心的戰事是烏二戰事 好 現在才來自於俄國媒體 這一家是塔斯社的報導 這一位畫面上您看到的 副的國防部長伊凡諾夫 這一次因為涉及特別大規模 收受賄賂罪 金船已經遭到逮捕了 畫面上您看到最高被判處到 達到了15年的有期徒刑 好 根據瞭解這位的副部長 主要當時他負責的就是俄羅斯 他的一些軍事基礎項目 被指控他從烏克蘭的 某個港式重建的一個項目中 獲取了高額的利益 好 針對此我們看到 克里姆林宮的發言人佩斯科夫 他說總統普丁已經掌握到了 這位副防長被捕的消息 同時間國防部長肖伊古 也在事前接獲通知 但是我們其實要來解讀的是說 這真的只是一個 單純涉灘事件嗎 在背後有沒有涉及到 俄羅斯高層的內鬥 甚至是說我們再往上想一點 會不會是普丁要設的一些局 因為他對前線有一些不滿呢 今天我們來解密 這一位副防長被抓的消息 其實我們也可以看到 是由俄羅斯最大的通訊社傳出的 如何解讀這件事情是 俄國國防高層已戰養戰養出的貪腐嗎 縣長你怎麼看 我看到這個新聞我一點都不意外 而且這是可以預期的 我記得我以前看一本書叫明史 明朝的歷史明史 一個很有名的一個史學家寫的 他中間寫的我整個看完之後 我印象最深最深的就是 明朝剛建立的時候 朱元璋是一個小熊 誰在他的當時他還在任內的時候敢貪污 因為那時候貪污很嚴重官場 他抓到怎麼樣 不是判死刑 他把他的皮給拔下來 然後中間塞稻草 這是這個仙太爺的位置 新街的仙太爺來了 老的那個死掉了 皮綁著稻草人就擺在旁邊 因為那人的皮是很耐的 就在旁邊 你以為就解決了嗎 沒有 還是一樣很嚴重 這個就是官場叫做 殺草的生意有人做 然後呢 我自己也經歷過這些事情 我深有感受 我以前在虎貨市 我管過這個一個專案 我就是那個專案的參謀 我寫的那個工作計畫上百億 上百億 我上面能夠跟我講 叫我左右我的人 不超過兩三個 這是一個上百億的計畫 如果一個民間公司上百億 你去想想看有多少人要這個討論 那軍中像這種官場容易出問題 就是他的權力太大 可是他的待遇太低了 我們的薪水上將也沒有多少錢 可是他在暗示你一下 或者說那個東西 是不是要多考慮一下 這個可能就完全轉變了一個 幾十億的一個案子 你就知道他有多大的誘惑 那如何去改變這個呢 我覺得有兩個方法可以去做這個改變 第一個就是像新加坡 你要提高他的待遇 新加坡的公務人員是貪污最少的 最清廉的 你去找他 他待遇真的很高 新加坡總理月薪超過400萬台幣 大概全世界數一數二的 所以你沒有給他足夠的薪水 可是他有佔了他的權力 他的誘惑很大 這是一個 第二個 你一定千萬記住不要期望人是聖人 我期望這個 你期望我是聖人 我告訴你我不是聖人 我也經歷過很多誘惑 那如果有一個很叫做健全的監督機制 你才能夠去防範 如果你沒有一個監督機制的話 就讓他自己做決定 你期望他能夠做出什麼樣的 那幾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看他我覺得相當的 我認為我一點都不意外 但是我意外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然後你一直說他們說 要是整他這個人的話 有一種可能就是 其實這種貪 怎麼會只有一個 只有你一個貪 別人都沒有 你以為你保得住你自己 所以通常在這種貪污是一火人貪 那為什麼只抓你呢 不可能只有他 所以我的感覺就是 可能他招惹到某些人 抓了你 你敢不敢把其他人都說出來 就幹嘛 可能就是他惹到了什麼人 就是說其實到了這個階段 尤其在戰爭階段 這樣子進去說出之後 我跟你講 你想要叫他的操守非常好 由於打到那種狀況 他根本不知道他明天要活著 活著還是不活著的 那他的家人也要不要照顧 他想的可多了 所以這種東西真的是很困難的 所以你要有監督機制 把這些人監督 千萬不要期待 他是一個聖人不可能的 是一方面可能是受到金錢上的誘惑 但是我們剛剛提到說 會不會還涉及到俄羅斯 自己內部高層的一些內鬥 甚至說是普丁要對前線的戰績不滿 所以設下這樣的一個局 我們來看到伊凡諾夫這次被指控 主要是來自第一個是國內的反對派 第二個是歐盟 第三個俄國人口中的西方媒體 這到底怎麼一回事 委員怎麼解讀 這樣戰爭打到現在其實俄國是 我想普丁本人都不是很滿意 現在講死亡的官兵太多了 5萬人 這戰爭還打了多久而已 對不對 兩年多 你現在死了5萬人 美國在越戰打這麼激烈 打了20年也怎麼死5萬人 所以你這個俄國人沒有辦法接受 而且這個戰火本來是要燒向烏克蘭 這戰火常常都帶進俄國的境內 加油站被攻擊 飛機場被攻擊 甚至民載都被破擊 因為無人機進來了 美國長射程的飛彈也打進來了 所以這個人民開始對這個政府會不滿 對烏克蘭這場戰爭 他們會覺得怎麼會這樣子 所以那個怒火慢慢就燒向普丁 跟他的高層 俄國政治高層 他要轉移憤怒 對人民來講 他們最沒有辦法忍受 就是高官的貪污 所以我認為這件事情 找一個也不是踢罪的羔羊 就是找一個人來轉移他人民的怒火 宣洩一下 所以我覺得這個才是比較重要的 其實烏克蘭的軍隊腐化的程度 還比俄國還更加嚴重 剛剛這個建廠講的很對 這個戰爭你不要打 戰爭打下去以後 什麼問題都會出現 因為戰爭會把人的最醜陋那一面 整個都顯示出來 因為戰爭太殘忍 太殘酷 你每天面對這麼多的死亡 這麼多的受傷 其實人性都會有很多扭曲 是 好 同樣涉及到俄羅斯的國家 我們來看到的是 來自於商業內幕揭露 這個國家是哪裡 土耳其 土耳其打算在這個夏季要做什麼 他會對伊拉克的庫德斯坦的 庫德工人黨要發動進攻 這個觀察指標之一 被看到就是說 可能會在伊朗還有土耳其邊境 畫面上您看到 這邊部署一個先進的防空系統 這個是遏制的S-400海學 我們看到這個土耳其 事實上接收了S-400之後 一直是遭到美方警告 你不要啟動 不要啟動 一直強調 但是這一項部署也會被視為 如果你真的做了 會升高土耳其跟北約之間的 一個非常緊張的關係 我們現在看到烏俄戰爭很緊張 土耳其這個舉動是否可以視為 和俄羅斯聯手要共同轉移 包括剛剛提到歐盟 北約對於烏克蘭的關注 S-400是否就只是一個假動作而已 奎伯老師又怎麼看 我會從土耳其的角度來看 而不是從俄羅斯的角度來看 也就是說我會從土耳其 為什麼那麼注意 甚至要把庫德族 趕進殺絕的角度來看 而不是說俄羅斯 故意拿著庫德族的問題 去跟土耳其說 來來我給你這個S-400 你放在那邊 你要用就拿去用 我比較不會這樣想 所以當然這個土耳其跟俄羅斯 在處理庫德族這方面 因為有了俄物衝突 有了美國的介入 而有了共同的利益 他們兩個基本上 只要把庫德族的問題彰顯出來 對美國來講都是個頭痛的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在各位記得2015年左右 伊斯蘭國大量的崛起的時候 美國他不可能自己 把所有軍隊都派進去 周邊的軍隊都派進去 所以他也找了一些當地的 這個武裝組織 其中一支呢 就是從我們看的這個庫德工人黨 分裂 不是分裂 就是在分支出來的 叫做人民保護部隊 這是人民保護部隊YPG 他是幫著美國去跟伊斯蘭國作戰的 所以庫德族為什麼 其實某種程度受到美國的保護 一個原因就是因為 他幫美國在當地 成為美國的馬前卒 去跟美國認定的 更危險的恐怖組織作戰 當然我必須講庫德族 像我們講這個庫德工人黨 PKK他被美國視為是恐怖組織 但是他分支出來的那個YPG就不是 還幫美國去打仗 這也就是為什麼 在伊拉克北部的這些庫德族 其實美國是明的暗的還在保護他 伊拉克因為現在這個政府 要聽美國的話 所以伊拉克也不能夠去大局掃蕩 他在北邊的庫德族 那庫德族呢 他又是一個很 說實在這歷史很悲慘的民族 人口目前大概三千萬 散佈在土耳其 敘利亞 伊拉克 伊朗 他應該算是現在世界上 沒有國家的單一民族裡面 人數最多的 而且你看他散佈的地方 如果沒有地圖的話 你可以圈圈看一看 都是山 所以他們說只有山的民族 像我們有時候講 只有石頭的民族 他就是在這樣 這麼差的環境裡面生存 而且他被敘利亞 土耳其 伊朗 伊拉克 常常視為是分離組織 因為他們要把這四個國家 領土拿走一部分 獨立建國 所以那土耳其 當然我們今天主要談土耳其 所以他們為什麼拿這個S400 放在這邊 其實主要就是 趁著俄乌衝突的時候 大家都對俄羅斯更加忌憚 但土耳其說我不管你 如果你們不配合我土耳其 把庫德族這些人 全部視為恐怖分子 而且你要給我引渡回來 到我土耳其那邊受審 如果你不這樣做的話 那俄羅斯我只好跟他進一步的合作 所以我覺得土耳其是這樣子去 要挾其他的 包括北約還有美國在內這些國家 那最後我還必須要講一句就是說 土耳其他這樣的要求 當然也不是沒有道理 因為土耳其好多年了 它裡面很多的恐怖攻擊 爆炸暗殺等等 是庫德族做的 所以土耳其庫德族這邊 反正大家打來打去 永無寧日 但是受傷的都是老百姓 是 謝謝 謝謝老師 好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 最近我們來關心烏二戰爭的 最前線的動態又進展到哪裡了 烏克蘭的國防部情報總局長布達諾夫 他警告說未來數週前線的情勢 恐怕會陷入一個惡化的狀態 他說不久的將來有個相當艱困的局面 等著我們會是什麼呢 根據了解莫斯科當局已經在未來數週 可能會對位在烏克蘭東部的 哈爾科夫一帶來發動猛烈的攻擊 另外一頭烏克蘭的最大後援 美國的原污法案部分 現在在國會已經正式的通過之後 拜登在4月24號這一天 也終於正式簽署了 接下來拜登說 將在數個小時之後 就會開始正式的送交軍援給烏克蘭 好 我們看到過去戰局都在烏東烏南 現在俄羅斯下一步鎖定的 就是這個很重要的 東北方的哈爾科夫 主要原因是什麼 會有什麼樣子的一個損傷 回報老師怎麼看 這個哈爾科夫 他是烏克蘭第二大城 而且他的過去的歷史 經濟文化的發展其實很豐富 所以我們看到了俄羅斯 他在2022年的2月一開始 對烏克蘭進行侵略的時候 其實他很快就把他的軍事的力量 有一部分指向了哈爾科夫 當時哈爾科夫來不及反應 而且俄羅斯反正狂轟猛炸 對 最後哈爾科夫呢 我看到一些外電的報導的時候 我印象還有就是 哈爾科夫他們從市中心過去 晚上好像變成一座鬼城一樣 因為大家不敢住了 而且電力很多當時的設備都被破壞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哈爾科夫其實 莫斯科曾經想要一舉攻下 但是當時 因為他是第二大城 而且是東北的很重要的一個城市 所以烏克蘭集結重兵 還有歐美的這些軍援 烏克蘭就把哈爾科夫拿回來了 這應該是在差不多 2022年的9月10月的時候 就拿回來 所以戰爭發生半年多 哈爾科夫就理論上叫做收復了 光復了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就是 在去年2023年的下秋之際 莫斯科派了號稱10萬大軍 900輛坦克 我也不知道這個900輛是不是真的 就又往哈爾科夫前進了 然後動不動 就從遠處用導彈或者巡弋飛彈 去攻擊哈爾科夫 哈爾科夫本來有150萬人 但是在戰爭開始之後 很多人向外遷徙 聽說現在回來的人 可能是30萬到50萬人 而且30萬到50萬人 動不動也可以從外電看到 還是俄羅斯動不動就去轟炸 哈爾科夫的某個小地方 一棟建築物或是一個公共設施 為什麼 我覺得那就是一個心理戰 叫一些平民你趕快走 因為可能後面就會比較 更大規模的城鎮站 因為現在已經有了 但它是在村落 但以後說不定會有城鎮站 所以它叫平民你最好不要進來 那這個是主要的一些發展 所以我個人的解讀就是說 俄羅斯現在針對哈爾科夫 其實主要就是政治上 我把你第二大城如果再拿下來 對烏克蘭的士氣有影響 對 經濟上 哈爾科夫基本上已經半毀了 我們就不談了 但是在軍事上面 還有它在盧干斯克省的旁邊 等於俄羅斯多了一些戰略眾生 防守的眾生 我的猜測是這樣 所以這個哈爾科夫 現在變成雙方的焦點 好 哈爾科夫 在政治跟軍事部署上 剛剛惠伯老師講 有它的重要性 它其實也是這個 烏克蘭的第二大城 也是工業跟經濟的大城 當時有專家的說法就是說 如果這個城市毀了話 基本上就變成農業國了 烏克蘭是這樣 現在還多了美元 美國的援助 現場您如何看守得住嗎 尤其是這個地方這麼重要 那個俄烏戰爭 在它這個整個叫做哈爾科夫 那整個東北角那裡 我有一次聽到一個專家 在那裡分析 說它那一代 因為烏克蘭太大了 它的人沒有那麼多 它是我們台灣 大概16倍 17倍大 然後人口還不到我們台灣的兩倍 大概兩倍左右 然後台灣還有七成的是三地 就是不適合居住 烏克蘭幾乎是一個大平原 然後它那個東北角那裡 還有很多的沼澤 所以當時我聽那個人講的時候 這裡的戰爭的形勢就是 你很容易集中兵 你就打下一大塊 打下一大塊 你連去守它戰的人都不夠 所以很多俄羅斯攻進去之後 留下來的是像憲兵這種 不是作戰部隊 就是管理一下秩序 而且因為這些地方 也靠近它那裡 也有很多的俄羅斯人 所以那裡是一個 很奇怪的一個狀態 就是我雖然好像攻下來了 但是好像當地很多人跑掉了 剩下的還是有些人在那裡 對 最後烏克蘭決心要攻這裡的時候 它只要把它力量一擊中 它就也很快的 那個撤退比它攻擊的速度還快 就很快就收復了這個大片土地 那裡就有這個味道 那我現在看這一次 好像又要打起來了是不是 那我就在想 如果我今天是俄羅斯 我要打烏克蘭 我要打它哪裡 我到地圖上一看 我的感覺我的想法不是這個樣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四個是俄羅斯已經拿下來的四個 對 紅色的部分 東部的州 這是原來在2014就拿下來的 克里米亞對不對 對 這一塊是陸地的再突出去一塊 這上面就是白俄羅斯 我拿這一塊就是多出了一個州而已 大概是這樣 我拿這個多出一個州幹什麼 然後我想一路連過去 把整個烏克蘭吃掉嗎 如果我想重創烏克蘭 我覺得我會打這裡 這裡是哪裡 奧德薩 奧德薩有黑海最好最好的一個港口 而且它只要拿下奧德薩 整個烏克蘭就變成內陸國家 它的海運就全部結束 海運嚴重影響到它的經濟發展 所以如果我覺得 你叫我的眼光看 除非我不想贏 因為你知道有時候 他們好像打來打去的 好像不是真的在那邊打 好像是一個有限戰爭 如果我真想贏 我一定執起它的戰略要地 就是奧德薩 把你的整個通往海的給你截斷 那你奧德薩是一個多麼好的一個港口 那個海又寬又大又深 你沒有了之後 你的經濟怎麼辦 可是也有可能就是 我真的去打你這 哇 可能俄羅斯再想一想 那你烏克蘭不跟我拼命 這是你最重要的一個 經濟的一個港口 你會不會是跟我全力拼呢 會不會死打我 猛攻我這呢 所以他可能想算了 我給你留了一塊重要的 我不知道是哪一種行李 但你叫我去 如果我選一個戰略要地 我會攻這裡奧德薩 那如果他不去攻 跑這個哈爾科夫 我覺得他還是那種一開始的觀念 這是一場有限戰爭 他並不是要把你給消滅 他只是希望 我也不要太難看 也不希望你變得奄奄一息 人到了逼到死角會跟你拼命 是好 所以我們要持續觀察是說 如果真的進攻到奧德薩 這場戰爭可能就永無止境 接下來會非常非常的嚴重 除了關心戰略的部署 我們也來看到人力的部署 現在戰局真的很嚴峻 烏克蘭大家都知道他缺兵 越來越吃緊 外交部長庫列巴最近正式的宣布了 要暫時終止烏克蘭國外領事館的服務 他也說烏克蘭領事館服務終止的對象 是在這些18到60歲待在國外的男性 不過正在申請回國身分證的人 他說可以排除在外 他真的很生氣 他怎麼說 這話這一次就說得非常重 他說你一個兵役士林的男性一直待在國外 對他的國家存亡毫不在乎 然後又來想要享受我們國家提供的服務 他認為這件事情不是這樣子搞的 我們先來解讀一下 烏克蘭外交部的最新舉動是什麼 是真的缺兵缺到非常非常急了嗎 宥方老師 我們先看 用人口來看 因為這個兵都來自於全民 這個戰爭爆發前 這個2021年 這戰爭前 烏克蘭的人口是4374萬 5640 所以大概就是差不多4374萬 那這個戰爭打了這個 兩年半以後 對 他現在人口剩下3777萬 3357個人 減少了600萬人 這600萬人 有人可能是戰爭的死亡 但這個大部分都是因為逃出去的 其實有些大官的小孩也跑出去了 大家都會怕死 那相對來看俄國呢 其實俄國這幾年人口也在減少 他們又能跑出去 他們也會怕 跑到中亞一些國家 躲在那裡了 對 但是呢 用2021年戰前來看的話 他當時人口是1億4232萬 這個戰爭打了兩年半下來以後 他現在人口是增加到1億4395萬 所以他人口反而增加 增加160萬人 這個增加是自然增加的人口 多於逃出去的人口 他就會增加嘛 那你烏克蘭自然生產生意出來的人口 你少於逃出去的人口 你當然就會減少嘛 就逃出去的人多嘛 就這樣子嘛 所以現在問題就是說 你而且烏克蘭有一個情形 有人他已經士兵打得非常疲倦 他有一定的休假時間 不能休假 對 有些人甚至兵役已經滿了 要回來不准他回來 沒錯 你就知道他缺了情形 有多麼嚴重 所以現在一邊講說是現役的人口 他們18歲當兵 現役的烏克蘭的士兵 官兵大概100萬人 其實我相信這個都是有點虛報 我覺得可能人數都不到這個程度 那俄國現役是大概115萬 這個人口大概也不只這個人 不只的因為他有很多的是傭兵進來 對 西方也有傭兵進到這個烏克蘭去了 但是總體來講應該少於 那些第三世界的國家進入俄國 當傭兵的這個人數 沒錯 所以這個戰爭打到最後就是數人頭了 因為你的武器再好 你要有人能夠來操縱他 沒錯 所以美國現在為什麼要派顧問進去 英國的顧問搞不好是到了最早 而且到了最多 過來大概美國 也有可能法國也有一些人在裡面 為什麼 因為你這個兵在戰場消耗這麼快 那武器現在給你的武器越來越精密 你這個武器的生產國 你們使用最多這些原始的生產國 你不派人去指導他們還真的不見得會用 很多東西還要計算 演算 你才知道射程這些什麼的 你就是要電腦演算 你也要知道怎麼超乎電腦 所以其實這個西方國家的顧問很早都進去了 可是這個兵源真的是不夠 因為分母就比人家小很多 那總體的人口就是你的三四倍這麼多 所以他可以用了他可以抽掉的兵 比你多多了 所以未來烏克蘭最大的物體 的確是兵源的問題 是 好 有人力 你才有可能去操作武器 人都沒有怎麼操作 我們現在看到美國最新的兵源 說已經準備上路了 來自於國防部的證實 已經向烏克蘭交付了 射程300公里的MGM-140 畫面上看到陸軍戰術飛彈系統的飛彈 過去拜登其實是害怕基輔拿這一款飛彈 攻擊俄羅斯本土的 曾經拒絕向烏克蘭提供這一款飛彈 為什麼 因為他怕這個戰爭打得太劇烈 太誇張 那現在又交付這個飛彈 我們就來解讀說 會不會他是要轉手為攻 有沒有這樣子的意味 美國希望烏克蘭戰術能夠翻轉嗎 能夠來真的翻轉戰局嗎 艦長怎麼看 這些武器 基本上我把它分作兩類 像這一次教的這個東西 它上面已經說得很清楚的 陸軍戰術飛彈系統 除了戰術武器 還有一種叫做戰略武器 我拿這兩個去比較一下 這是我經常舉的一個例子 美國在二戰丟了一個戰略的武器 叫做小男孩在日本 那個小男孩的盪量是 1.3萬噸 就是核彈量1.3萬噸 那現在那個叫戰略 它有很大的一個恐嚇的 如果說我今天要拿一個小男孩 丟到俄羅斯 莫斯科可能會想要丟到哪裡 會傷到我多少人 那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恐懼 撇開這個之外 這些現在所有你看的都叫戰術 戰術我不要說這個 我再舉一個更厲害的 這個只有300公里對不對 他說彈頭只有235還是260公斤 更厲害的一個叫做戰斧 戰斧打1600公里 對 彈頭480公斤 我拿戰斧來比 他480公斤 我再給他加一點 算500公斤好了 500公斤是幾噸你知道嗎 0.5噸 小男孩是1.3萬 他是0.5 小男孩等於2萬6千枚戰斧 巡弋飛彈 接著你再拿這種戰術的 去攻擊一個國家的話 好比說這國家是小國 他就像一個匕首 如果就像我一個人 一個扎我一下 我很痛啊 那說不定扎對部位 可能要我的命呢 是 可是打一個像俄羅斯這種大陸國 他就是一個大恐龍在那裡 你拿一個譬如扎他一下 痛傳到他腦袋正常 戰勝可能已經都結束了 就是戰術對一個大陸國的影響 是極其極其有限的 更何況這個連叫做什麼 戰斧等級都到達不了 他唯一的特殊之處 我可以告訴你 是他的速度很快 他可以打到很高 這樣落下來 大概最後是5馬克 那個速度非常快 比較難以防範 但是他的炸 炸出來的威力並不大 第二個 俄武戰爭到今天 西方援助了太多 烏克蘭叫做神奇武器 好多個 是 這些神奇武器 你一個一個去看從開始的 鮑2坦克 M1A2坦克 海馬4 又一個155什麼 流彈砲什麼一大堆 每一次來的時候 都引起很多的人討論 這個會不會流轉戰局 現在F-16也要來了 哪一個到最後 實際到戰場之後去流轉戰局過的 沒有 因為他面對的是一個 俄羅斯 是一個大陸國 是 所以寄望這個 戰術飛彈系統 流轉戰局機率幾乎是 不能說零 沒有 很低很低的 是 好 謝謝 謝謝建長的補充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各位朋友這一節我們要來關心的是廣東啊 從4月16號開始這一天有了暴雨喔 這個日降雨量非常的大 大到了50毫米喔 央視怎麼形容 他說這是百年一遇的一場洪災 我們也來稍微看一下 其實到4月23號為止 廣東省的官方公告的 已經這一場洪災造成了4個人死亡 而且還有10個人因此失聯 11萬人現在在疏散當中還有撤離 洪水災情之下一度造成116萬戶停電 這一場災害還一度導致了 擁有280多萬人口的這個韶關市 對外失聯淪為了孤島 所幸這個設施都已經陸續的修復了 水利部趕緊的將廣東省目前 洪水的防禦緊急響應提升到3級 緊急加派工作小組到當地協助洪水的防禦 因為實在太嚴重 我們畫面上看到這個洪水 都已經淹過了一些防止 車輛 樹木等等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急 我們看到現在都還沒有到夏季的汛期 廣東省就已經大雨成這樣造成11萬人疏散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影響 天災還是人禍 劍長 最近有太多這些所謂的降雨是極其的特殊 廣東也就算了這樣 廣東長期以來也可能在降雨 你知道最近杜拜 一天降了兩年的雨 我相信大家都有這個印象 一天降兩年那是沙漠 那個水淹到那個樣子 75年的紀錄 從來沒有下過這麼大的雨 那接著你再看上海 上海過去17天 它下了11天的大雨 那它降雨量超過50年的這種過測紀錄 也是大雨 還有最近的熱泰國菲律賓 我今天早上才當天聽到那些氣象的報告 他們熱到那個樣子熱到什麼地步你知道嗎 游泳池都沒有人了 為什麼 太熱了 因為到那去 水都沒了嗎 不是有水 但是你在太陽底下你就待不住 他說連那裡 就你不可能一直在那個水裡 你要上來走要走動 它那個所有的冰海的設施 那裡都沒了 大家都躲在室內 這就是一個很特殊的一個狀況 這是一個聲音現象 那你說這個東西到底是天災還是人禍 你這樣去想 你這裡根本不可能這個樣子 我做一個防災的設施 可是我會做到 政府會做到這麼 疏通這麼大的一個溝 能夠讓它去疏水嗎 不可能嗎 像杜拜那裡 不可能的 所以它基本上任地 我的水大概就這麼多 我要疏山這麼多的水 我再給它加一倍好了 那就已經算是非常好 可是我沒有想到 這次可能下了十倍 太大了 就是嚴了 我覺得廣東這裡也是一樣 反而這個政府的效率 你要看後面 它怎麼處理 它多快處理完畢 是不是那個災民 能夠立刻獲得到一些補充 救助 有人去那裡疏導等等 我覺得那是一個 除非它是一個正常的雨量 造成這個 那真的是人禍 否則是在這種 總是波及幾十年的紀錄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天災 好 氣候變遷 可能就是最重要的原因 這當中我們也看到這幾年 中國大陸從北一直到南 都有洪水的災情 念幾個出來 2021年當時7月 河南鄭州洪災 2023年的河北洪災 今年就是廣東的洪災 到底怎麼回事 一方委員 天災就是人禍 地球現在出現所謂的極端氣候 怎麼來了 地球越來越熱 碳排量太多了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支持要恢復核電 不是只有純粹是為了自私的 為台灣人民享受更便宜更可靠的電源 最重要是要替地球 要做有所貢獻 這地球這麼熱 一直在排炭一直在排 對不對我們燒煤 燒天然氣再發電 請問你這個地球是不是傷害 是不是讓我們地球越來越熱 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叫做燃燒的星球 對 你要講以前的火星根本沒有這麼熱 後來就變這麼熱 對 所以我們這個地球如果大家不好好愛惜它 我們一直在摧殘它 那燃火就變天災 現在我們看到突然間雨下這樣子的大 沙漠裡面的雨下得像海洋一樣 對不對 我們都看到歐洲那些很進步的國家 你認為他們的基礎設施會不好嗎 你看荷蘭你像法國英國美國 你認為他們基礎設施會比中國大陸差嗎 那為什麼他們也是遭受極端的這種氣候的侵襲 那個大風 然後大水 停不了的那個魚的這樣子侵襲 為什麼 因為地球生病了嘛 誰讓它生病的是人嘛 所以我說所有的天火的源頭就是人 天作孽有可數 自作孽不可活 我們人類現在自作孽 所以我再講一次 我們要核子電廠 因為它是綠電 對地球排放的熱量是最少的 對這個地球是無害的 反而有保護的作用的 是 天災 委員說這個讓我不提灌頂 的確是這樣 因為我一開始說天災人火 所以那個人火是政府的 這個什麼樣子 真的是一個很好的地球 被我們人類自己給糟蹋了 這真的是一個人火 天災哪一個不是人類自己製造出來的 沒錯 從這個觀點看它真的是人火 過度開發也有 你過度開發的結果 你的整個的水 排的水道都被你破壞了 然後大量的土石 侵入了河床 這個都會造成 講一講去也都是人禍 是 好 天災的源頭就是人禍 剛剛特別講到人為的開發 造成的地層下限等等 我們等一下繼續討論 我們先來看到下一場的洪災 會不會出現在這個長江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來看到中國大陸央視的報導 在廣東洪災之後 這個來自於長江防汛抗旱總指揮部 也做警告了說 今年它的汛期長江流域的洪災機率 是會高於旱災的 這當中包括了幾個地點 包括了長江中下游的幹流 還有洞庭湖 鵬陽湖 水系北部 都可能會發生比較大的洪水 對 我們也可以看到 從4月24到25號長江幹流以南 西向東出現終於 局部地區大雨 28號開始還說 可能會有新一輪的降雨 大家都非常的緊張 再看接下來下一個淹水地點 會不會就是在長江 今天的中國大陸 我們也看到南部一連串洪災 對於當地的經濟社會 到底會造成多大的威脅 老師 我不是氣象專家 但是會不會下一個就是長江 我不知道 但是從現在這個極端天氣的變化 還有譬如說台灣已經很久沒有被 颱風清洗了 直接清洗了 所以我覺得整個的雲雨帶往北 甚至還有它從西到東移動的 那一個方向來講 長江當然是有可能的 更不用講說從4月開始 中國大陸的七大江河 進入了汛期 水位開始高漲 所以只要雨量一大的話 很容易就會造成我們剛剛前面 討論的洪災 對 而且這個洪災 我就記成兩位前輩說的 它確實某種部分是人禍 因為我們看到 當然不是只有中國大陸 但是我們如果只討論中國大陸洪災 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一個狀況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先保護城市 保護工業中心 所以呢 農村農田 那是我利有未逮的地方 所以呢 洪水可能不一定那麼大幅的侵襲城市 當然有時候也會有了 還有工業中心 但農村跟農田更沒有受到保護 洪災的影響會更大 對 還有另外就是 像過去的紀錄 有時候是洪災 但是我們看到 譬如說去年 2023年的時候 華北 華中華北 七八月的時候 好大的洪災啊 光是七月 華中的洪災 影響的人就1600萬 嗯 這個比例齒 不是台灣這邊能夠想像的 對 但是我們再往前一年看 2022年 華中發生的不是洪災 七月它發生的是旱災 那對於這些農作物來講 不管是太陽太熱 過熱啊 溫度過熱或者是太多水 其實對他們的成長都不好 也就是說它會影響到 當時的這個農作物 還有畜牧品的價格 對 更不用講說現在 我不是農業專家 但是現在是四月 這洪災已經影響到 部分的農產品的價格 但是如果往後再過幾個月 差不多快進入到秋天的時候 中國大陸秋天的農產量 就我了解 大概是全中國大陸的四分之三 所以如果是秋天受到了 洪災的影響 或者極端氣候的影響 中國大陸這些農作物 畜牧的價格可能會更高 那對應到中國大陸 現在經濟比較下行的 下修的一個狀況來講 那當然一般人的日子 可能感覺會過得更辛苦一點點 是 好 看完這個洪災 對於經濟農產品的影響 我們其實也要來關心 剛剛我也特別提到的 另外一個問題 地層下限 這也是受到過度開發的影響 我們先來看到這些科學雜誌的 刊登論文說 根據中國大陸目前全球的 衛星資料顯示 在東南沿海 現在45%的都市土地 正在以每年超過3毫米的速度下沉 這當中 竟然16%土地 每年下沉速度達到了10毫米 好 下沉原因 第一個是因為水位下降 再來就是漸程環境造成 就是因為剛剛我們提到的過度開發 導致建物的總重量太重 恐怕未來數以百萬的人口 就會陷入在洪水裡面的這些危機 好 我們看到中國大陸最精華的東南沿海 現在正在下限當中嗎 這對中國大陸未來發展 有沒有一些威脅 委員怎麼看 當然真的威脅 這個土壤異化 這個都市都會面臨 第一個 海平面會上升 地球暖化 北極南極的冰快速都在溶解 水位會上升 所以我們在擔心南太平洋那些小島 我告訴我們沒有擔心自己 住在海邊的這些國人 他們未來都會很危險 所以這個就是說 過度開發當然也是一個 因為對於很多地方政府來講 推動房地產是對他們有用的 增加稅收 所以大陸為什麼房地產 這樣子如火如荼在進行 地方政府要賺錢 所以你就是搞這個東西 銀行也要推動人家要貸款 他們才有錢賺 所以現在發生的這些事情 就是反撲 大地的反撲 我是希望不僅是中國大陸 全世界都有這個問題 人類真的要來深思 我們是不是要過一個 比較簡單的生活 才能夠讓這個地球繼續活下去 也讓我們的後代可以活下去 地人政治 內政之爭 戰略價值 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共新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近戰環球大進行